昏无人烟的烂尾楼里 竟发现了一具裸体女尸 季节接着报案 立刻赶了过去 经过现场勘察 警方确定了女人的身份 她名叫张义 是一个白领 死亡时间是昨晚九点左右 法医初步勘察 发现张义腹部 竟然被连捅了十刀 季节得知后瞬间怒了 这凶手是有多丧心病狂啊 竟然对一个女孩下这么狠的手 为了尽快破案 季节决定对张义的家属进行询问 没想到却得知 张义母亲知道女儿死亡后 已经哭晕过去了 现在正在附近的医院 听了这话 季节立即带着田蕊赶了过去 正瞧张义的母亲王大娘醒了 季节便向她询问 关于张义的情况 没想到王大娘一睁眼 便看见了田蕊 拉着她就喊女儿 越说还越激动 季节急忙叫来了护士 众人一番折腾 又给王大娘打了安定 才终于让她安静了下来 看到这一幕 心思细腻又敏感的田蕊 有些绷不住了 这样一位可怜的大娘 失去唯一的女儿后 要怎么活下去呢 而她那位被杀害的女儿张义 也更是凄惨 腹部被捅了十刀 死前得有多痛苦啊 想到这里 田蕊心中就是愤怒难当 他发誓 一定要将凶手抓不归案 而正瞧此时 季节得到消息 警方已经将死者的丈夫周信 传讯到了警局 也许能从他那里 得到一些有用的线索 两人便立刻回了警局 会议室里 周信一见着季节 立马站起来询问 有没有抓到凶手 之后不等季节回答 她便又自顾自地说道 妻子张义和她结婚 才29天 连蜜月期都没过 竟然离奇遇害了 她真是想不明白 看她还挺配合的 季节便立刻询问她 张义最近都跟谁接触过 是否跟别人发生过冲突 凶手用了这么残忍的手段 很难说是不是跟张义 有非常大的仇恨 听了她的话 周信有些懵 她称张义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 两人从恋爱到结婚 经历了四个月 在这期间 张义从没和她红过脸 这样的性格 怎么会有仇人呢 季节也奇怪 随后她又询问周信 平常上班时 骑车还是开车 对此周信解释称 自己前段时间 买了辆二手桑特纳 所以目前都是开车上下班的 这样看来 在案发现场留下自行车印的人 就不是周信了 季节继续询问她 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周信称 昨天她本来和张义约了 晚上一起看电影 但她在电影院等了许久 也没等到张义 打手机也打不通 无奈她只能自己去看了 说着周信便将电影票拿了出来 听见仔细一看 票跟上确实是昨晚的时间 看的还是热影电影大腕 看来周信倒是没说谎 可这杀害张义的人会是谁呢 正在此时 周信又提供了一条线索 她称妻子张义 之前其实还有一个男朋友 那是她高中毕业 被分到机床厂认识的 据了解那个男人名叫王飞 没过多久 两人便分手了 之后她和张义就认识了 因为觉得张义 在机床厂工作太辛苦 所以便想方设法 将张义调到了 现在的工作单位 后来听张义说 她和王飞就没有再联系了 可前几天她偶然看见 王飞竟然又来找张义了 听了这话 姬杰瞬间怀疑 难不成是王飞追求不成 反向张义杀害了 想到这里 姬杰立刻带人 去机床厂调查情况 据机床厂的领导称 王飞是这里的老员工了 之前结过一次婚 但不久后 妻子就因病去世了 只留下一个五岁的儿子 后来张义来这里上班 因为王飞技术过硬 城里就将张义交给了王飞带 但没想到接触得久了 这两人竟然看对了眼 在一起了 可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张义却突然离职了 从那以后 王飞状态就不好了 整天不是酗酒就是赌博 甚至还因为打架 进过派出所 不过这两天 王飞却像是活过来一样 昨天下午下班 看还兴高采烈的 骑着自行车 就风风火火的走了 听了这话 姬杰瞬间惊了 案发现场留下的自行车业 会不会是王飞留下的呢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 他立刻和机床厂的领导 一起去车房查看 经过一番寻找 众人找到了王飞的自行车 之后丁剑立即用胶带 将自行车的车轮印子 踏了下来 为了尽快与在案发现场 发现的自行车印做对比 众人很快便回了警局 而巧的是 张义的验尸报告 正好也出来了 季杰仔细看了看 发现张义竟然怀有 四个月的身孕了 这样特殊的时间点 这个孩子会是谁的呢 正在季杰疑惑时 自行车印的对比报告出来了 技术人员检测了 王飞车轮上的泥土 确定和案发现场的泥土土质 完全一致 这就能说明 王飞一定到过案发现场 那他是凶手的嫌疑就更大了 季杰决定 立刻对王飞进行抓捕 田瑞听到后非常愤怒 终于要将这个杀人凶手 追捕个案了 很快 警方便查到了王飞的家庭住址 季杰带人蹲守在单元楼门口 没多久 便看到王飞骑着自行车 带着儿子毛毛回来了 与此同时 一个上了年纪的大娘 也出了门迎接他们 毛毛一见到他便喊奶奶 看来这就是王飞的母亲 尽管他们之间的氛围非常温馨 但愤怒的田瑞还是硬起心肠 冲过去将王飞逮捕了 与此同时 丁剑也将王飞扔在地上的烟头 捡起来装进了证物袋里 回到警局后 警方立刻对王飞进行审问 可当王飞得知张义的死讯后 却显得非常震惊 看到他这副表现 田瑞冷笑连连 到现在 这个王飞还在装模作样 当初张义抛弃了他 现在他不是应该觉得解气才对吗 可听了这话 王飞还是一点反应也没有 正在此时 丁剑突然传来消息 称王飞家居委会的大妈们 听说王飞成了杀人嫌疑犯 便来到警局 说要反映一些情况 听了这话 季节有些奇怪 这些大妈们是怎么知道 王飞出事了呢 丁剑称 在他们把王飞带走的时候 王飞的母亲拉着田瑞问为什么 田瑞当时已经认定 王飞就是那个可恨的凶手 所以便直接告诉老太太 王飞是杀人嫌犯 而当时周围已经围满了附近的居民 因此这群剧委会大妈 也很快就知道了 听到这里 季节已经有些生气了 这案子查到现在 还不能确定王飞就是凶手 怎么能把案情告诉群众呢 真是胡闹 但事已至此 季节也不得不去接待剧委会大妈们 一进门 大妈们便围了上来 正都是因为他们的街道工作没有做好 才会出了王飞这样的杀人犯 听了这话 季节真是哭笑不得 他想向大妈们解释 王飞还算不上是杀人犯 只是说是嫌疑犯 可大妈们根本不听 就在季节无奈时 几个大妈身边的一个老大爷 突然提供了一个线索 他称他们之所以认为王飞就是凶手 是因为昨天晚上 也就是案发那晚 他曾在张义遇害的工地上见过王飞 当时他出来遛狗 偶然发现王飞正在和一个女人说话 但因为离得太远 他也没听清说了什么 只能看到两人的情绪都比较激动 后来王飞甚至还打了那个女人 听到这里 季节急忙将张义的照片拿了出来 大爷一看便称就是这个女人 这样看来王飞确实很有嫌疑 他会不会就是凶手呢 季节决定回审讯室 再次对王飞进行审问 没想到刚进门 便听到王飞哭喊着 是自己杀了张义 还求着让警方枪毙他 喊完便直接晕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 季节十分震惊 难不成王飞还真是凶手 这个案子就这么轻易的破了 季节不敢相信 但早已认定王飞就是凶手的田蕊 倒是很开心 张义死得那么惨 早日抓了凶手 不是早日给张义一个交代吗 再说了 这所有的证据都能指向王飞 他自己也承认 是因为张义突然跟王飞结婚 自己怀恨在心 所以才对张义痛下杀手的 可听了他的话 季节还是有些怀疑 王飞虽说承认杀害了张义 可他连作案过程都说不出来 这怎么能让人相信呢 季节很无奈 但案件到了这一步 也应该去通知王飞的家属了 想到他家里只剩一老一小了 季节便决定亲自去通知 没想到刚进小区 便看到一群小孩 在欺负王飞的儿子毛毛 季节两人急忙过去 制止了他们 可毛毛还是哭个不停 无奈两人便只能 先将毛毛送回家 可到了丹圆楼门口 竟看到死者张义一家 围在门口大声哭诉 称让王飞一家还他女儿的命 面对这种难堪的场面 王飞的母亲也很难过 他实在无法相信 自己儿子会是杀人犯 正巧看到季节两人过来 王飞的母亲竟直接跪了下去 他哭着称 儿子王飞是绝不可能杀害张义的 看他如此情真一切 季节也被触动了 为了尽快给大家一个交代 他随后便对王飞母亲进行了询问 没想到却得知了一个 令人意外的消息 张义肚子里四个月的孩子 竟然是王飞的 警局众人得知这个消息后 都很震惊 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话 王飞怎么可能会对张义下手呢 并且还向自己的亲骨肉连捅十刀 禽兽都干不出来这种事吧 听了这话 天蕊虽然震惊 但还是认定王飞就是凶手 像他那样劣迹斑斑的人 什么事做不出来啊 现在明摆着就是想以此为借口 洗脱自己的嫌疑 可季节不认同他的看法 于是决定再次提审王飞 这次面对警方的审问 王飞的精神已经恢复正常了 他有气无力地称 自己并没有杀害张义 上次审讯 之所以哭喊着杀害了张义 是因为他觉得 都是因为自己的爱 才导致了张义的死亡 众人听了他的解释 都有些无奈 而之后王飞接着称 他之前觉得张义结婚了 两人就不能在一起了 可没想到上个星期 张义突然告诉他 已经怀了他的孩子 还说要和周信离婚 和他结婚 他当时听了这话 虽然很震惊 但又很开心 自己终于能跟心爱的女人结婚了 还有了爱情的结晶 于是之后 他们又约了案发那天 在宫地上见面 谈离婚的事情 可没想到过了约定的时间 张义也没有来 他想着可能是有什么事耽误了 所以又等了一个多小时 但张义还是没有来 他以为张义改变主意了 所以只能垂头丧气地离开 但没想到后来才知道 张义竟然在哪天晚上遇害了 现在他真是后悔 当时要是再多等一会儿 说不定张义就不会死了 说到这里 王妃痛哭不已 可听了这话的丁剑 却觉得奇怪 案发当晚 明明有人看到王妃和张义吵架 他怎么会说 根本没见到张义呢 案件调查的现在 又有了新的疑点 警方正打算 好好梳理一下 目前的线索 没想到次日 老郑却突然接到 拘留所的电话 王妃说自己冤枉 闹着要自杀 现在已经受伤进了医院 得到这个消息后 终人急忙赶去医院 发现王妃的脑袋 都快撞烂了 在昏迷中嘴还不停 一直在说 自己不是杀人凶手 看到他这个样子 田蕊也被触动了 难道自己真的冤枉王妃了 之后经过一番思考 姬杰决定再去案发现场 对当时的情况进行模拟 没想到这次 竟有了令人意外的发现 既然到达现场时 与案发当晚的时间相差无几 现场已经漆黑一片 姬杰让丁剑 田蕊两人站在原地 自己往远处 走了大概30米 在这个距离下 田蕊两人只能看清一个影子 众人想到 那个剧委会大爷提供的线索 他称自己当时 离张艺两人 已经有了100多米了 这个距离下 大概只能看清个人影 怎么会看到 是张艺和王妃在吵架呢 季杰猜测 应该是大爷之前 在有光亮的时候 看到过王妃和张艺约会 所以他才会认为 那天晚上 是王妃和张艺在吵架 这种情况 在生活中时有发生 很多人都会把 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事情 当成自己亲身经历过的 在向别人讲述时 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那个大爷 应该就是这样的人 听了季杰的话 田蕊两人也是无语了 这不是纯粹在添乱吗 回了警局后 季杰仔细查看了 目前的证据 最终确定 警方只能证明 王妃到过现场 而不能证明 王妃和张艺接触过 所以说王妃 很有可能不是凶手 那么现在最有嫌疑的人 就是张艺的丈夫周信了 季杰想起 第一次对周信进行询问时 他根本没提过 张艺怀有神韵的事 他明明说 自己和张艺感情和睦 那怎么可能 连这件事都不知道呢 因此季杰认为 周信极有可能 是在故意撇清自己的嫌疑 可说到这里 季杰又头疼了 如果周信是凶手 那他的不在场证据 又怎么解释呢 经过一番思考 老郑两人决定 将周信那晚看的电影 大腕仔细看一遍 说不定就能找到漏度 没想到还真被老郑说中了 季杰看完电影 便直接去找了周信 发现周信家中有许多VCD 看来他还是一个电影发烧友啊 在闲聊时 季杰从周信身上 看不出一点丧气的悲伤 对他提出的 与电影有关的问题 周信聊的那是兴致勃勃 随后为了将话题 引到电影大腕儿身上 田准假装无意的 说起了电影中的一个情景 而周信也很快就接上了话 说自己当时看到那个情节时 真是笑得不行 电影院里所有的人都乐了 听到这里 季杰终于没了耐心 他直接告诉周信 其实这个情节 只有盗版的VCD中才有 在正式上映的电影中 根本没有这个情节 本以为周信会被说得哑口无言 没想到他脸皮还挺厚 立马改口称 自己是把VCD 和电影院中的情节记混了 看着死活不肯承认 季杰也没打算当场揭穿他 借口称 现在查到了新的线索 需要他去警局 做进一步的核实 而周信听到这话 也没有任何犹豫 很爽快的便答应了 审讯室里 为了逼周信说实话 季杰直接将张艺的验尸报告 拿了出来 称张艺已经怀孕四个月了 孩子极有可能是王妃的 没想到周信听了这话 瞬间怒了 他大喊张艺肚子里的孩子 只可能是自己的 怎么会是王妃的 那种人根本不配和张艺在一起 看他死鸭子嘴硬 季杰便将自己的猜测 说了出来 称周信一定是在婚后 发现张艺已经怀了王妃的孩子 并且还要和他离婚 与王妃结婚 一时无法接受 便跟踪了准备和王妃约会的张艺 趁他不注意 先将他的衣服拔光 随后又在他怀了四个月的运度上 狠狠地捅了石刀 以此来泄愤 听到这话 周信还是不肯承认 大喊着自己那晚 就是去看电影了 没想到季节就是在这儿等着他 一招手 便将审讯室外的一个女孩 叫了进来 那个女孩称 案发那晚 他也去看了大腕这部电影 当时他就坐周信旁边 直到电影快散场了 周信才赶了过来 后来一结束 周信就慌慌张张地离开了 他觉得这人有点奇怪 没想到一扭头 竟发现周信的座位上 拉了一个钱包 当时他也不认识周信 所以就在电影院 张贴了巡物启事 但等了几天 也不见有人来拿 说到这里 季节称警方已经检测过这个钱包 发现上面有一些血迹 经过DNA鉴定 确定这些血迹就是张艺的 看到这个带血的钱包 周信再也无法狡辩 悔恨地低下了头 事已至此 案件已经沉破 周信因为内心的嫉妒 对张艺下了如此狠手 实在是丧心病狂 如果他当初能想开的 也许就不会是这个结局 而现在等待他的 只会是法律严厉的制裁